继续我们还是来介绍一部惊悚片了 死亡漩涡 夺魂剧新游戏 夺魂剧新游戏 讲到夺魂剧夺魂剧 哇 这提到夺魂剧 很多人的噩梦都是由它产生的 夺魂剧很重要啦 因为是恐怖大师温子仁 他的一个出世水温 结果一众一鸣惊人 给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了 一个很重要的电影系列 所以虽然其实他一开始而已 然后后来他就担任监制 没有真正的去加入演出 但是其实很多人加入导演监制这样 但是其实大家还是很喜欢看多文剧 因为它已经成为了美国文化里面 暴力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形象 成为美国文化之一了 对不对 对 好 不过我们这次看到的全新的系列 是由第二到第四集的导演 他叫做戴了莲恩布斯曼 他来进行导演 回国导演之后 他也请到了不一样的员员 包含那个喜剧演员 克里斯洛克他的加入 那这里面还有三明爵克森 三明爵克森 那他这次三明爵克森是演一个老鸟的警探 那刚刚讲的克里斯洛克他是演的一个警探 老警探跟着警探 去查案 查什么 而且是连环杀警案 这是集中在警察身上 对 而且他非常挑衅的就是用拼图的概念 让你说 哦 你要去 你爱查吗 爱查给你查 就用拼图的方式让你去查线索 看你能不能找到杀人魔 他现场的时候留下什么死亡漩涡的现实 非常挑衅的一个凶手 而且这个克里斯洛克 他实际上他就是被盯上的那一位 没错 他就是被盯上了 那所以呢 不论他愿不愿意 大家都就是 延环命案就是会发生来生 他应该想说老子难得来演 第一次演就被盯上 可是你看我们刚刚上一趴有聊吗 喜剧啊 恐怖片啊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让观众有感觉的戏种 所以呢 当一个喜剧演员去演恐怖片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一个 节奏上的一个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 大家也蛮想看他是怎么样的表现 我给你 好 而且这次他被盯上之外呢 而且会收到挑衅的影片啦 甚至血腥的包裹啦 那包含他警察局里面同事就一个一个的 卷摸到虐杀游戏当中吧 各式各样的折磨 反正观众就爱看啊 被迫 玩到死了 爱看给你看 当然实际上他这个 由他饰演他爸爸的三美学生 他的协助之下呢 他也开始开始把这些线索发现到 诶 这个线索竟然指向他们警察 那鬼 甚至还直指他爸爸 好 这时候怎么办 亲情跟工作上面的考量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部 大义 死亡漩涡 夺魂剧 新游戏 夺魂剧 新游戏 Hello Detective Banks Do you know where your officers are? 我认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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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他 他 是 我认识 你不可以做这一半 你不可以做这一半 你能做这一半 有一个有趣 有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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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也是 我认识 也是 有趣 就是 这就是 他可以在 anywhere he could be anyone we're gonna tear this city apart i'ma let us be here like a siren hello detective banks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aw your father